第四部分向大家介紹 第一部分 細化完善疫情防控措施 特區政府在抗疫常態化下 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政策 採取與國家一致的疫情防控政策 聯防聯控、密切監測疫情變化 及時啟動既定的應急機制和余案 實施分區分級精準防控 先後開展三次全民核心捲測 押止疫情的蔓延 同時推動疫苗接種 加強對市民的保護 並透過啟用清貿口岸衛生檢疫站 按序興建公共衛生專科大樓 推出配備行程記錄功能的 健康碼應用程式等 完善疫情防控的軟硬件建設 截至2021年11月30日 本路累計確診病例77例 其中60例為境外輸入病例 17例為輸入相關病例 治癒77例死亡0例 沒有醫務人員受到感染 以接種新冠疫苗的量92萬劑 累計以接種人數超過48萬人 佔總人口的70.8% 2022年 預計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反覆 新變種病毒的出現 將會為防疫工作 帶來更多不確定因素及挑戰 因此 特區政府將全力做好充足的準備 包括持續檢視和完善現有預防 預案及機制 吸取教訓總結經驗 堵塞漏洞 結合區域聯防聯控機制 科學部署和動態調整各項防控措施 善用資訊科技的優勢 提升口岸衛生檢疫和社區流行病學調查能力 推進疫苗接種 確保核酸檢測能力 儲備足夠的防疫物資 引入新的治療藥物 切實保障居民健康和城市安全 第二部分精準優化民生保障工作 特區政府一直以來採取多項措施 提升醫療服務水平 包括持續關顧特定人群的醫療需要 優化社區和專科醫療衛生服務 加強與非牟利和私營的醫療機構合作 發放醫療券 以及透過智慧醫療的構建 保障病人安全 提升運作效率便利市民 隨著醫療服務水平不斷完善 本澳平均預期壽命近年持續上升 2020年達到84.1歲 按年上升0.3歲 位居全球前年 在醫療設施方面 來到醫療綜合體將於2022年落成 2023年分階段啟用 為籌備啟用的相關工作 今年特區政府明確了綜合體的定位和運營模式 邀請內地排名第一的權威機構 北京協和醫院協助運營 以新管理模式運作的離島醫療綜合體 除了提供現有的公立醫院服務外 亦將引入新的服務和高端醫療 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和更多的就醫選擇 並藉此加強培訓本地的醫療人員 提升專科醫療水平 此外2022年亦將